今天我們來到台東 要來拍在地人VS觀光客美食 欸有差欸 超辣的 我覺得加辣椒 有點辣 怎麼辦我覺得 我覺得兩天都很 你在裝的嗎 你們兩個就 不是 我們今天就來PK一下 我們今天就來PK一下 今天我們來到台東 今天我們來到台東 要來拍在地人VS觀光客美食 這個系列就是我們 找了在地人VS觀光客必吃的美食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PK一下 我是代表在地人 因為我拜託了 我住在台中 20多年的在地老朋友 推薦給我的美食 小不小啦 沒有我今天就來吃的 對啊它就代表觀光客 我們今天就來PK一下 趕快一起出發 來到台東 就是一定要吃米苔木 可是你應該很常吃米苔木 還記得嗎 其實我吃米苔木都是吃甜的 對我也都是吃甜的 所以對於米苔木的口感 其實我都是那種比較硬一點 沒有像是麵條 那種軟軟的這種米苔木 我們其實沒有吃過 所以我們第一家先去吃台東 很有名的觀光客 榕樹下米苔木 對 我們的餐點已經上了 對然後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超多東西要吃 所以我們就先點一個他們的招台米苔木 然後我們是點湯的 所以今天是觀光客必吃的 外面真的很多觀光客 其實我來台東那麼多次我沒吃過耶 那它上面有放柴魚 還有韭菜跟豆芽菜 如果有不加的可以之前跟店家講 欸我覺得要加辣 它辣椒很香 欸有差欸 超辣的 我覺得加辣椒有點辣 加辣椒走路 對 真辣椒很提味 很好吃 超好吃 我剛剛吃了一口原味 我是覺得它其實口味偏清淡 有嗎 我覺得 它是這麼香 它沒有到很鹹啊 它就偏鹹欸 對啊 我怕我們兩個出現巨大奇異了 很奇異 我其實不太愛吃韭菜 但是我覺得這個加辣裡面 它沒有到那種很臭的韭菜 對 讓人家不會吃不下去 這樣可以耶 欸 吃觀光客美食可以啊 然後說一下他們禮拜三公休 然後他們有分早上場跟下午場 早上場是十點半到兩點 然後下午場是五點到七點半的時間 他們最近快要搬家 如果九月來的話 記得就是要上網查一下他們的資訊 不要錯過 那下一間是在地人必吃的 第一間就已經這麼好吃了 觀光客美食欸 下一間等著看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台中在地人必吃的阿咪米台木 我們剛剛在外面其實也有小排隊 看裡面的內用的人好像也都是在地人 我朋友就說這一間一定比光客好吃 我就來看 我覺得它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它的肉要加非常多 然後還有柴魚 對 它那個柴魚湯很特別 有點像日式的感覺 對對對 這間真的比較天棒 它這間的口感 比較Q 剛剛那個偏軟一點 對對對 這個是需要咬的 剛剛那個不需要咬 我喜歡這種麵條 然後配上它的柴魚湯很讚 怎麼辦 我覺得 我覺得兩天都很 你在裝的嗎 沒有 不是 很難選 但是 以麵條的口感跟糖 我喜歡清淡一點的這種柴魚的感覺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邊的招牌一樣是米台木 但是它還是有其他餛飩麵啊其他麵食 這邊的營運的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八點 中間一路都有開沒有停 公秀的話是不定時的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要來前可以打電話 不然有可能會撲口 這兩間之下 妳是比較喜歡這間嗎 就綜合評比一下它的柴魚湯頭 然後再加上它的米台木真的超Q 所以我就投這一間 我投上一間 我比較喜歡上一間的味道 就是它比較重口味 然後辣椒味非常喜歡 然後它的米台木也是那種Q軟 就是完全 對 偏軟就不需要咬 那我們等一下就接著再去吃下一家 在地人跟觀光客的美食 好 我們現在要比第二個 就是台中也非常有名的林家臭豆腐 它是觀光客美食 它其實有分大份跟小份 然後我們這次買的是小份的六十塊 我們剛剛在買的時候也是拍超長的 真的 而且今天是平日喔 旁邊的那種路邊座位都是客買 所以我們就買來路邊吃 真的 好 臭王要來幫我們評價 臭豆腐 臭王三卷 我的臭王評價很高喔 看小辣不辣 對 因為其實它 我有看到它外面有推招牌 它寫辣椒不辣 然後是提味用 他們的辣椒是這樣 我覺得它醬油加的滿多 就是很重口味欸 它整個都很夠味 然後皮也很酥 可是它不是屬於那種裡面會有汁的 它是整塊都是酥的那種 它養下去之後是軟的 我覺得滿特別的 對 而且它的醬有一點偏甜 有帶一點甜味 甜甜鹹鹹的 不會到那種很死鹹的 對 我覺得不錯欸 可是就是少了一個辣味 對啦 就是對於我們吃辣的人 他會覺得 需要辣味來提點 關關配的就是可以 好啊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一下 在地人的 耶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去買 耶 我們現在來到在地人必吃的 九昂臭豆腐 我朋友告訴我 他說他在台東只吃這個 然後我們昨天問那個民宿老闆 他也是說在地人都吃九昂 這間臭豆腐他可以選 你要吃酥的還是吃脆的 我剛剛選的是酥的 而且我有夾辣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酥 它也是酥中帶滿 但是它的辣很讚 它的辣是麻辣 然後辣味也很夠 但是我覺得小小的確定就是它的泡菜 我覺得沒有很夠味 我吃它比較大塊 它跟剛剛上一間觀光客的比起來 它是就是一口的分量比較大 其實它是兩種不一樣的 對 因為剛剛那一家 我覺得它是偏甜的臭豆腐 這邊就是比較鹹 然後它的臭豆腐就是臭味很夠的 真的很臭耶 咬下去就是臭味 臭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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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家很好吃 我覺得這兩間我超難選的 因為我覺得各有各的好 因為它的臭味很夠沒有錯 但是它的醬料反而沒有那麼到位 但是就是它的辣椒又很好吃 你知道嗎 兩間我都很喜歡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在地人 因為它的辣椒 投給它 那我真的要說林家也很好吃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下一間 耶 好吃 所以 接下來我們算盛產要來吃冰了 我們來到這一家是觀光客彼此 在寶箱路上的寶箱湯圓 他們就是品項滿簡單的 就是冰的湯圓跟熱的湯圓 兩種選的那樣 也是一樣可以自選配料 就看你要加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有湯圓 Q圓 然後紅豆綠豆 我覺得黑糖很甜耶 它湯圓麵糖味還蠻重的 並沒有融入就是它的黑糖水 它的紅豆味道超夠 反而是紅豆的味道蓋過湯圓 我覺得這間的料比較偏 沒有特別的調味 然後它是用那個 它的黑糖水去帶那個味道 可是可能是因為後來再淋上去 有點是分開的感覺 整碗吃起來是有味道 但是你就會覺得配料跟冰糖 沒有混在一起 我們這一次吃 等一下就要去吃 我在地朋友推薦的在地人湯圓 所以試試看這地人到底多厲害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這一間是在地人推薦的 寶山路鎮港煉玉湯圓 它的湯圓是可以分冰的跟肉圓 然後我們整個這個是綜合湯圓 就是有黃豆綠豆啊 湯圓 煉玉的一些 它這個湯圓是小煉玉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那種大殼的湯圓 我還蠻意外它沒有變成 很喜歡它的湯圓 不會很甜膩 可是蠻香的 就是那個湯圓的味道 嗯 其實就是古早味的冰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爽口 蠻特別的它有加這個 對那什麼東西 老闆可以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嗎 脆圓 脆圓 所以它裡面其實不只有加湯圓 它還有加脆圓 然後我覺得吃起來是脆圓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它真的就是不會很甜 對 就蠻喜歡的 好我們現在吃完兩家湯圓了 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 在地人 蓮玉欸 對因為蓮玉它的糖水是真的 甜而不膩的那種 就很好吃 對 主要是因為它是用紅糖煮的糖水 然後比起就是寶商他們是用黑糖 我比較偏好紅糖 我覺得黑糖一開始吃的時候我覺得好甜 但是蓮玉是真的一吃下去就有點 對 很清爽 然後微甜的感覺 所以就是 又是在地人物色 對 那我們現在吃完冰 我們要去買鹹酥雞 回飯店吃了 對我們要回飯店吃 我們要去買鹹酥雞 好現在來到了我們最後一樣美食 鹹酥雞學什麼學 鹹酥雞台東最有名的 觀光客是良濟鹹酥雞 然後在地人我們選了廟口 我就來吃看看 你先吃廟口的嘛對不對 對我是在地人 筆的 1 2 3 對 在地人的很好吃 兩個一樣都是小分的 廟口在地人的是40塊 涼劑觀光客的是50塊 廟口它的優點就是它的肉塊比較大 對 而且很嫩對不對 我覺得蠻嫩 涼劑的它是比較偏乾的 可是說實在我其實蠻喜歡涼劑的調味 對我來說啦 它略生一頭就是它肉塊大塊然後就是嫩 我覺得味道相比起來 是廟口比較入味 真的嗎 你比較喜歡廟口 最後就是在地人 廟口獲勝 廟口獲勝 我們要來評比這一次的在地人跟觀光客 到底是誰獲勝 米苔木我是選觀光客 我覺得龍蘇蝦比較好吃 但是我自己喜歡那個阿咪 臭豆腐的話我自己是選林佳 我也是選林佳 我覺得它綠勝一場 他們兩個很接近 對 再來就是湯圓 湯圓在地人 對在地人 再來就是 憲術基於在地人 所以在地人獲勝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掰掰 好而且我們還買了 就來台東必喝的兩間 出入鮮奶茶 一間是丁哥 一個是飲三茶 對 一起來配鹹酥雞請吃 價格一樣 但是丁哥這樣子比較小 雖然都是出入鮮奶茶 但是他們的口味超滿多 它超多超級多 雖然就是它比較大杯 但是它真的好喝很多 它好像是用烏龍 很常去做 難怪它會比較香 茶味比較重 對 就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對 它很好喝